历史上十大杰出帝王第十名 他是历史上唯一在登基前受过监牢之苦的皇帝 后又流落民间斗鸡走马 仗剑游侠 当命运的轮盘终于为他转动的时候 他不忘自己对患难之期的承诺 一封圣旨 故见秦深 书写了两千年帝王史上最浪漫的一笔 当发妻中毒崩式 他痛彻心扉 不顾阻治 始约公哀 使其成为汉朝第一位有双式的皇后 南原一爱留给后人多少唏嘘 当匈奴屡屡泛鞭 他运筹帷幄 武将军施发长安 十六万铁骑 成就两汉四百年间最大规模的对凶作战 汉军追往主北 降服了与大汉缠斗了一百四十年的匈奴 完成了五帝中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的理想 他囊括西域 平定枪乱 设立西域都护 使天山南北第一次化归汉朝疆域 大汉天威自此远达葱岭万里之外 他改革立志 综合名时 使良力胜于当事 他意志兼并 信赏必伐 青鸟伯父 百姓封一族时 粮食价格达到汉朝最低 他将史迹搬行天下 霸王道杂志的治国思想影响深远 凡日月所照 江河所至 皆为汉土 他在位期间 使得大汉国力重回巅峰